用事序方式和印度簽署MOU 这代表我国确定将开放印度移工来台工作 不过早在选前就曾为此蓝绿交锋 侯友宜当时说反对签并引进10万印度移工 被中央呛是假讯息 甚至说是任职作战 当时柯文哲这段话难道神预言了吗 劳动部强调即便现在签署了MOU 未来开放的行业别以及人数 还是会由台湾做决定 只是这些移工来台之所以会引起广大讨论 主要是当时不少家长担心 印度移工生活方式大不同 是否有疑虑 在生活上面可能两个文化是截然不同 那你知道印度人是比较乐观乐天 然后比较会有自己的想法 那对台湾我们的文化都是 重视礼貌 然后也重视说 已死的感受 因为我们在这边将七年的时间 我的员工基本上95%都是印度籍 因为我跟他们在相处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可以尊重彼此 这种文化差异 可以透过学像像日本或小国家的模式 在移工进来台湾之前 可能在他的来源国 在他国内就有一些课程 学者认为还是市长机制 只是选前大动作前清 选后马上MOU签下去 这能否平息炸锅的家长们 还得打上问号 TVBS尼国这里 自恒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